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 运营会的流程到底会是怎么样 OK 这流程讲的是 整个process会是怎么样去进行 怎么样去开单 怎样寻规给Income Tax 所以首先我先跟大家了解 目前大家应该大部分的参加 如果你们是开单给 现在大家开单 大部分的系统应该是你们用系统开单 或者你们手写单 开了单过后 你们就把那个单 Send Invoice Send给你的顾客 pdf也好 paper也好 然后print出来给老板签名 过后交给顾客 这个是你可能你们程序 当顾客收到你们的invoice code 他可能就会check 到底对不对啊 有没有什么 mouse错了啊还是什么 如果他check了没问题 他就会把输入系统 然后就会放在文件夹 click that file 然后做那个做放那份account出来 这个一般上都是 现在目前 invoice的一个process flow OK的流程 但到了invoice呢 基本上他多了一个程序 是我们跟事前的 你一定要sumit给income test 拿到validation so invoice呢 他基本上他会通过两种method 两种方式去开这个invoice 一就是通过myinvoice的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API的方式 等下我会跟你讲这两个是有什么分别 OK 你通过这两个方式去开了你们的invoice 后你们就会把它submit给income test 然后income test就会去validate 和approve你们的invoice 到底没有符合他们要的一些所有的information 如果information已经没有问题了 income test就会approve 然后他就会send notification 给你们通过应该是通过email send notification给双方就是buyer and supplier OK 双方你们都是要到那个validation 讲啊已经有你们有对方其中一方开了invoice 你们收到invoice了 so供应商就可以把这个invoice 交给你的customer OK so 过后按这个invoice已经approved 交给你customer 其实双方呢 供应商跟买家 你们其实可以在 72个小时决定是否要取消还是拒绝 OK 这个72个小时讲的就是 今天如果今天你开了invoice 你有三天时间 让你去考虑要不要去更改 如果有任何一番讲要更改 那么你可以在72个小时里面去拒绝去更改 或者取消 OK 这三天他没有讲是在walking day啊 就是说不是不是讲是 拜一星期一到星期五 他可以包括了星期六和星期日 所以如果你讲星期五开单 那么星期六和星期日也是属于一天 两天 所以星期一是你们最后一天 OK 那么他的程序就是 但是如果今天 你们派了单给你们的customer customer收到了过后 customer讲他发现那个单有问题 他要reject 他就通过他系统讲他reject 他就会notify你讲他要reject 但是如果你们看到customerreject 你们没有去处理 你们也没去处理 基本上过了72个小时之后 他就会变成einvoice的 因为当顾客request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去accept 才才属于是双方都是agree了 要去更改 如果你们summit了给啊 你的customer submit了给你没有去处理 那么就会变成72个小时就变成einvoice了 但是如果customerreject了过后 你去accept了啊 你你就可以去更改 customer再重新再更改过那个invoice 啊再跟着整个流程了 到最后 你们算法你开过的所有的invoice 你的顾客 你的supplier开过所有的invoice给你的话 你们都可以通过myinvoice这个系统 或者API拿到那个list啦 so基本上这个myinvoice 这是一个系统让你们 income会把你储存 所有你们所开过的invoice 所收到的invoice 所以你说只好income test 会把你keep的所有的invoice啊 哦 到时候你们不会 你们是不可能讲哦 invoice不见了 找不到invoice auditor问你手脚没有invoice怎么办 放心 接下来einvoice everything will be keep in myinvoice system 所以在einvoice系统里面是找得到的 ok all right myinvoice基本上是什么一个border呢 就是通过你们的mytest ok 当你login你的mytest 接下来呢 可能会看到一个myinvoice的一个 一个icon让你们去开单 ok 那API讲的就是software ok so如果你们通过mytest去开单 基本上这个mytest目前它是免费啦 他没有讲你们不用你们不用去啊 upgrade你software 你可以直接在mytest里面开单 然后啊这个一般上我们讲如果你是啊 中小型企业你的生意不是很很大 然后你的transition不是很多 你可以选择不要upgrade你的software 你去用myinvoice去开单 没问题 ok 但是如果一些商家他们transition会蛮多的话 都会建议你们一定要去用software啦 因为通过software它会把你处理如何开单 如何把那个invoice submit给incometest ok so你们可以选择要用mytest还是用API 当然有些人讲两个都用可以不可以都可以 可能今天讲一部分我用API 一部分你们mytest都没问题 so基本上现在这个mytest已经很重要了吧 相信我们大家最近应该收到很多消息讲 要submitform1 submit不到 因为现在incometest已经要求你们把公司注册 在其中一个director的名下 他是companyemployer 也是company的一个person to manage那个company的mytest so基本上接下来可能就是进入那个mytest 你们在company那个地方 会看到有这个myinvoice这个地方 让你们去开那个myinvoice ok so这个流程 基本上是根据在incometest的guide里面 我preenshot给你们 他基本上讲的就刚才我们讲的六个 六个process floor是一样的 ok so你们可以在guide那边猜看了 如果你们我只是给你们知道 ok so这个也是最近在上个礼拜罢了 incometest就说他们的myinvoice系统 总会在8月1号开始 正式让大家免费去试用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免费了 会不会讲过后要收费 这我真的不知道 ok 所以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能在8月1号过后你们可以进入mytest 里面的myinvoice去尝试那个怎样去开单 我们怎样去用那个myinvoice ok so 现在刚才讲了这么多这么多invoice 我们一定要submit给incometest那么万一 api系统 不能用或者myinvoice系统不能用怎么去处理啊 因为你要知道你要submit文件给incometest 你一定要有internet internet应该要够强 如果你internet 一刀或者是你的系统一刀 你是submit不到的 所以要怎么去处理 所以基本上 incometest能够让你有两种选择 就是可能你用 通过如果myinvoice不能够用 或者如果API不能够用 你就进myinvoice系统去去做 如果myinvoice不能那么你去 如果你API就用API 所以你可以用 包和upload就是 一次过把你所有的invoiceupload上去 在一个single file 他就会去 去去把里面去validate 或者是一个一个去 upplod上去 OK so 每一个 每一个invoice呢 基本上当他approved書MI过后 它都会有incometest 一个他们讲的一个unictidentify ID number 就每一个invoice他有一个ID number 这个ID number 这个就证明这个invoice是独立的 是不能够copy的 然后他有个QR code 所以要怎么样知道这个invoice e-invoice到底是valid还是不valid 基本上一定要有这个ID special ID和那个QR code 所以你们都可以用去scan那个QR code 看到底这个invoice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OK 万一如果真的系统真的是不能用 So income tax说 他们会measure在99.97%里面是不会有问题的 可能真的是偶尔会有 出到internet到 或者是他们的mineware系统到 那么怎么去处理呢 So他们给你72个小时再去开回那个单 单的系统一回来过后 你们有72个小时你们去issue回那个单 OK All right So e-invoice已经是一个法令了 So基本上已经是在government finance bill已经是通过了 So他已经成为一个法令了 So 里面有说到如果你们是商家 你们没有issue到e-invoice 或者是你们没有issue到 sell bill invoice和consolidated e-invoice 你们的罚款会是200块到20千 或者是六年监禁或者是两者监事 So听说这个本纳帝是针对你没有开一张单 就会有一个罚款 所以你们要小心哦 他不是讲整个transition 他可以就是说如果你少开一张单 他可能就会charge你一个本来地 可能最低就200块 那么就要看你可以少开几张单 所以你们要很小心 关于这个sell bill invoice和consolidated e-invoice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就是这样啊 但是直接关于这个动作